你是軍人嘛 軍人哪有在怕熱的 怕什麼熱 好就在這裡操演沒關係 那這個觀光客怕熱啊 對不對 我觀光客我在這裡 本來是在室內 我舒舒服服的看一對表演 我可以拍照 這是中正紀念堂的一個觀光點耶 有多少人來這裡 就是要看一對表演的 那你現在把他移到這個烈日底下 有誰開心了 這個憲兵也不開心 那觀光客也不開心 就為了你 你的這個什麼意義到底在哪裡 就去威權話去講話 今天你要不要有種 你把中正紀念堂廢掉算了 別在紀念什麼講中正 有什麼好紀念的 你在中正紀念堂裡面 去批判他是個獨裁者 前置言論自由 你有病啊 你直接把中正紀念堂改名叫 蔣介石批判管算了好不好 我們都OK 好不好你就改 好不好 你厲害你當家你強 但是我想真的 你邏輯真的很有問題 我在想民進堂政府 搞來搞去 有一句話就是什麼 老鳥玩不出新把 老狗啦 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那搞了半天 反正就是抗中保台 去威權話 去中話 去講話 然後也不敢搞台獨 但是反正就搞一些什麼 旁邊的那些 小把戲 比如說這個就是 三軍的儀隊 這個就是 本來我們的中正紀念堂 在這個室內裡面有我們儀隊表演 那國防部呢就把這個儀隊表演移到室外 然後他說這個 耐熱玩訓執勤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儀隊在這個 外面表演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會擔心這個烈日底下操演 可能很辛苦啊 那馬文君就說 你放過我們的這個國軍弟兄吧 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你不管啦 這個儀隊好啦 你是軍人嘛 軍人哪有在怕熱的 怕什麼熱 好就在這裡操演沒關係 這個觀光客怕熱啊 對不對 我觀光客我在這裡 本來是在室內 我舒舒服服的看儀隊表演 我可以拍照 這是中正紀念堂的一個觀光點 有多少人來這裡就是要看儀隊表演的 那你現在把他移到這個烈日底下 有誰開心了 這個憲兵也不開心 那觀光客也不開心 就為了你 你的這個什麼意義到底在哪裡 就去威權化去講話 所以我真的覺得民進黨已經 搞不出一朵花 只能搞這些什麼邊邊角角的東西 你真的搞台獨你就去搞嘛 你也不敢搞 那你去威權你去了個半天 搞了半天現在到底誰是威權啊 你民進黨你在台灣你比誰都大 我們都怕了你了 還去什麼威權 你就饒了老蔣小蔣總統一馬 他們都已經入土為安那麼多年了 還哪來的威權啊 都他的同向都已經被被波漆 然後就啊就算了 他還拿誰還覺得他今天還有威權 你這是在搞什麼啊 那蔣萬安 蔣萬安說外界有一些聲音 蔣萬安有的時候也是真的是啊 因為現在台灣的政治就是這樣嘛 他有點像馬英九當時啦 也不敢講一些太強硬的話 來捍衛他自己的立場 所以只能講啊 可能外界有一些聲音啊 你稍微斟酌一下啊 我真的覺得就是說民進黨 他就搞這個什麼 就是以去威權之名 然後就好像來顯示我民進黨 為了彰顯我台灣自我主義 台灣民主主義 台灣的自我意識彰顯 我做了一些工作 我去了威權化去講話 然後我跟中國切割了啊 我做了這個做了那個啊 就是做了為了做一些什麼啊 感覺好像是KBI一樣 為了做一些什麼而做什麼啊 其實三軍儀隊在這個 室內去操演做這個 呃這個這個演 這叫什麼禮兵演練啊啊 之前有人有這個爭議嗎 有人有說要把他移到外面嗎 好像這幾年也沒有這個議題去吵啊 也沒有人覺得好像特別要移到外面 你要不然就把他取消嘛 你現在把他移到外面幹嘛 然後我真的覺得 今天啊 你要不要有種 你把中正紀念堂廢掉算了 你就饒了這個老蔣總統一馬吧 你那麼不喜歡他 你還蓋個中正紀念堂紀念他 沒有意思嘛 就別再紀念他了 中正紀念堂直接廢掉 有種就直接把中正紀念堂廢掉 我講真的 我給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那個中正紀念堂 裡面的這個常設展示啊 有一個展覽啊 他旁邊有一個展覽 一個展覽叫覺醒浪潮啊 什麼自由的呼聲啊 反正就是台灣怎麼覺醒怎麼自由 然後從美麗島黨外衝撞 到什麼民主深化人權啊 然後這裡還有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 這個這個展覽啊 台灣的言論自由之路啊 然後在中正紀念堂裡面展覽啊 他是講言論自由前置啊 當時的白色恐怖啊 從228事件開始 然後就一直講啊 然後白色恐怖 什麼自由中國語不分省級的奮戰啊 這個都是 你看講中正當時多壞啊 然後60年代又言論自由前置 下面啊 我們又如何的去奮鬥去怎麼樣啊 然後什麼美麗島誰在黨外 然後大家如何為了自己的言論自由啊 都是為了對抗這個獨裁者集權的人啊 這個展覽呢 目前就在中正紀念堂裡面 叫做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 中正紀念堂裡面 它是中正紀念堂裡面的常設展覽啊 我講真的 它的名字現在 你蓋的叫做中正紀念堂 你要紀念的人叫做蔣中正 它叫中正紀念堂 你為了紀念它 你做這個中正紀念堂 你在裡面就是盡量要紀念它嘛 你要我講真的就是說 多講它的生平啊 或者是它比較正面的一些事蹟啊 那你如果要蓋一個 不管是蓋一個什麼堂 然後去批判它去批評它 那個不叫中正紀念堂 那個叫做蔣介石批判館 我講真的今天民進黨 你就把中正紀念堂 改成蔣介石批判館 好不好 別再紀念什麼蔣中正 有什麼好紀念的 你在中正紀念堂裡面 去批判它是個獨裁者 前置言論自由 你有病啊 你直接把中正紀念堂改名 叫蔣介石批判館算了 好不好 我們都ok好不好 你就改好不好 你厲害你當家你強 但是我想真的 你邏輯真的很有問題 你蓋一個紀念堂 你要紀念它 然後你在裡面猛罵它 你真的是哪根筋不對了 我記得 我在那個 浙江寧波那邊啊 鳳化西口鳳化啊 老蔣總統的故鄉啊 西口鳳化那裡 他有蔣介石故居 此時此刻還是那個 中國大陸他那個觀光景點 國家級的觀光景點 你去那個蔣介石故居那裡 你可以看到蔣介石 我記得因為哥哥年紀大 我以前念課本的時候 蔣介石他家門口有一條溪 然後有魚會逆流而上 就是在那個蔣介石故居那裡 真的有一條溪 裡面我還有問那個導遊 魚真的會逆流而上嗎 好啦反正就是這樣 那那個蔣介石故居嘛 裡面就有紀念很多蔣介石 他的生平 他的事蹟 然後他是怎麼樣 他的家是當地的 其實當地的商人哦 蔣介石他家算是 算是當地的望族啊 然後去怎麼樣 從他以前怎麼樣 好好的去介紹他的生平 然後他當時是 呃整個過程他回家的時候 他還他還給他們家蓋了一個叫什麼 武林中學的啊 就是說 紀念他他 他那個蓋武林中學是給他當地的那個 什麼 什麼學生啊那些去去就學啊 等於是回饋鄉里啊 就是說我們要紀念這個人 我們就是 就是 呃去找一些他平常 他還活著的時候 他的一些正面的事蹟去紀念他啊 然後去介紹這個人的生平啊 那你說這在中共的眼裡 蔣介石有沒有壞的地方 當然有啊蔣介石殺了多少共產黨 那個對很多中共的來講 他要把蔣介石描繪成壞的 他的素材多得很了 那為什麼中共他沒有把 在蔣介石故居裡面 陳列這些蔣介石多壞 他又殺了這個人又殺了那個人 真的是個大殺人魔 因為沒有必要在蔣介石故居裡面 呈現這些東西嘛 他可以去其他地方呈現啊 比如說什麼西安事變 或者說什麼 而共產黨他他發跡的 什麼延安那些地方的紀念館 去講他怎麼對抗蔣介石的啊 這個才比較有道理 今天中正紀念堂 在你民進黨的這個操縱下 他已經變成了蔣介石批判館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看他改名算了 你改名叫蔣介石批判館 好不好 你蓋了一個紀念堂 每天當晚在那裡去罵他 還展覽 還做展覽 就是說這個人是個獨裁者 你到底是在紀念他 還是在紀念什麼 我真的覺得很無聊 有種就把他改名了 有種就抬獨去 好不好 別再搞那個什麼 什麼疑隊去整疑隊去幹嘛 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在講中正紀念堂 在本人在此呼籲 你民進黨有種 就把他改成蔣介石批判館 因為你現在在中正紀念堂做的 就是在批判蔣介石 真的是很無聊 來 那我接下來我再來講一下 這個是青鳥 青鳥活動 這個 先看 這個叫做什麼 經濟民主聯合 這個 今天為立法院本院的這個最後一次院會 連續三天進行法案搭清倉 立法院又開會了 然後青鳥又來了 然後這個台灣公民連陣線 召開記者會 向社會各界說明 什麼爭議法案 blahblah 好 所以台灣公民陣線 與台灣經濟民主聯合在 今天的幾點 12點半 4點半 7點 8點 9點 繼續 今天不集會 青鳥線上來相會 線上直播節目 來我們來看這個青鳥線上來相會 這個線上直播節目是怎麼樣呢 青鳥呢 他們已經在這個 中山南路青島東路這邊啊 都租了這個陸權了 從7月11號到7月12號 7月16號到7月17號 7月14號7月15號 就立法院開立會的時候 青鳥全部都已經申請陸權了 在青島東路這裡 然後呢 他申請陸權了 結果他現在來辦這個 線上來相會 青鳥線上來相會 我覺得 你在搞什麼 不是很好笑嗎 是不是怕熱啊 現在覺得太熱還是怕人少 你都租了陸權了 我個人覺得可能都有 一來人少 二來怕熱 所以就啊 算了算了 我不要不要不要這個什麼陸權 不是我不要管這個陸權 我就改線上好了 大家也輕鬆一點 反正也沒幾隻鳥要飛出來 我真的覺得好笑 這個憲兵就不怕熱 憲兵可以很熱 你們就怕熱 這搞什麼鬼啊 你就租了這個陸權 你就 你就上場啊 站著毛坑不拉屎 不是很好笑 對不對 何必咧 那以後我們每個人都來租 我每天都來租陸權 然後我都不上 可以嗎 可以嗎 我覺得立法院要修法啊 不能讓青鳥這樣子 站著毛坑不拉屎 你看 PPT就 PTT就有人講了 這樣搞 是不是以後誰都能申請 申請陸權不辦事 站著毛坑不拉屎 有什麼人要看 跟我的反應一模一樣 人家是御用青鳥 該怎麼濫用 就怎麼濫用 我們青鳥跟政府一樣 愛浪費不行嗎 對不對 就算 就是自己 就反正就先借了 然後全部改線上 是不是怕熱啊 各位青鳥 真的怕熱對不對 怕熱就說嘛 我講真的喔 我還是說 現在的這些青鳥 他們的抗議 跟以前老一輩的 不管是民進黨 還是黨外的抗議 那個差太多了 以前抗議還在絕食 然後管你刮風下雨 現在的青鳥 太熱還不敢去 去了還要有什麼 牛排 紅酒 然後摩斯漢堡可以吃 就是開Party 還是你去抗議啊 我真的覺得精細是何細喔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 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